我喜欢这些山山水水的美景 可是没有一种景色能比得上她的微笑 我喜欢这些欢快而自然的声音 可是没有一种声音能比她的更亲切更熟悉 可是爱情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 可是决定是容易的坚持是困难的 哈喽 来 这边 这是给我们做美食摄影的模式 很快 这个是拍我们俩的 他们开麻辣汤店的嘛 我们记录一些他们美食的故事 欢迎欢迎 我叫阿龙 是个浙江男孩 这是我老婆 天津女孩阿玲 天津和杭州之间相隔1150公里 相隔1150公里我们都能够遇上 感谢命运 我在天津那边出差 周末也没去地方去 喜欢去图书馆 然后她也在边上 就是就是搭搭下来 后来我又去图书馆 她从图书馆从电梯那下来 我又从电梯上去 就是很巧合地在图书馆又碰到了 然后好像感觉就冥冥之中注定是不是很有缘分 后来就是慢慢地尝试进一步的生路了解 大家走到一起 我叫阿龙 我是个天津女孩 这是我的老公 来自浙江的男孩阿龙 天津和杭州之间一共相隔1150公里 相隔的这1150公里 却差点让我们错过了幸福 命运啊 有时真的奇妙 南北方的选择来说 我自己其实是倾向回到南方的 天津我也很陌生 进一步深入地往下去想的时候 发现我可能感觉自己还不能够强大到 给她一个足够的安全感 都没有想好的时候 我当时做出决定就是要不先分开一段时间 通过这样一个分开的时间 就是还是认定那个人的 或者说更坚定自己当时可能想明白的 或是潜意识的一些想法 现在回想机会和缘分不总是常有的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 你要做的就是坚定信念一击一重 因为我们之间还有共同的朋友嘛 朋友说他准备去上海 我的想就是既然你已经决定想去上海 那杭州其实也就很惊 后面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去来啊 其实我真正的理由是因为他 在我去找他之前 我拿着我自己的所有积蓄 我就买了那个第一套房 这是对于我来说 可能这辈子就只有那一次机会 我必须得抓住 来了杭州以后 然后玩了那么一圈 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 就是说做一个这样的准备 那我就知道他其实将来 可能要发生的很多事情 他都已经考虑到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的工作 也是全国出差的工作 然后我觉得作为他来到杭州 本来就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 那我又全国到处出差 又变成他一个人了 这段感情感觉 那肯定也是没有结果的 那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说要不我辞职 因为我很喜欢吃麻辣汤 然后我其实就一直有一个想 开一家小店的想法 其实我没有想到他会当真 做决定的时候其实还挺容易的 可是越来越深刻地发现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 而是两个家庭的事 女儿嫁得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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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照顾也照顾不上 一共也就这么一个孩子 肯定一开始心里也担心 其实像前几年他没退休的时候 基本上就过年的时候来一下 所以有时候疫情的时候 两年才见了一次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最怕听到的是什么 就是我老婆说我想家了 她想她妈了 那其实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无力 为什么呢 其实一个是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有一点 让我情绪有一次崩溃的 就是我发现 我妈妈可能手机有点问题 她不太会弄 然后但是她没有求助于我 她是坐着公交去我亲戚家 让亲戚家的小孩帮忙去弄的 我是她的女儿 但是 我就觉得不在一个城市 真的对于他们来讲 非常不方便 为了让他们在杭州 待得更安心 我们也动了换房子的念头 果然要换吧 不要 这用的 别人都是越换越好 而我们换房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符合老人的习惯 我们把楼层更好的房子 换了一楼一个带院子的房子 想让他们进出方便 活动空间也能更大 但是没想到 房子格局和潮湿阴暗的问题 也开始困扰我们 相识九年 结婚五年 我们的生活就像这一碗麻辣烫 酸甜苦辣都在其中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相对自由了 就是我们可以 就是每年抽出一段时间 可以带他们出去去转一转 一起过一段 就是非常亲密和快乐的家庭时光 我们也想趁着这个旅行的时间 把房子做一个更新 让老人回来以后 能够有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爱情是容易的 成家是困难的 不过我们才不怕困难 本节目由立邦首席特约播出 刷新服务再升级 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 你好 你好 我是打官设计的林子达 这是社会委托来改善我们的房子 这个就是我们家 然后这个房间其实 现在因为是光开得比较足 但是其实很大一个问题就是 特别暗 彩光就彩光 我可以把灯关掉感受一下 好 基本上 就是白天必须要所有的灯光全开 就连白天灯光室内灯光都全开 才会亮的效果 现场这个房子是 三个房间是潮南的 面积大概在120平方左右 第一眼进去就觉得客厅比较暗 感觉到的其实都是人造光来补足这个空间的亮度 三个封闭的潮南房间也把所有的南侧光挡住了 整个客厅餐厅非常的昏暗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那边厨房地方 OK 好 这个厨房呢就是说虽然说在普通的这种小商品房里面 还算面积还算可以 像我们一家人就比较喜欢就是 呃一起做饭 就比如说两三正常的话 父母家我们可能是三个人同时在这边操作 三个人啊 三个人进厨房 一个人进去炒 一个人进去可能是三把手切配 对 还有一个人顺手要不就洗菜 或者顺手有些锅具就洗掉了 嗯哼 就动线也没有拥挤 对对 事实上厨房是他们家庭的一个生活的重心 可是呢在这个生活重心的区域里面呢 他们一直觉得非常的拥挤 斩不开 而且在工作的时候一直会 身体因为太窄了所以都会碰撞 厨房 它的收纳呢空间并不是很足 他们很多的一些碗盘啊 一些食材的收纳都非常的不足 您现在这边是我们的厨房 它这里呢其实就是包一块板 好好好 我因为这是一块板 对 看起来像是个砖墙 但是它一块板 对 它其实是可以开的 那像可能像这个位置 我们只能就是一个人搬过 然后他要搬过呢 就得去客厅 其实这个树袍 我们只能用这一点点 这边我们其实也就是堆一些杂物了 嗯哼哼 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工作区 当然是蛮好的位置嘛 因为有中文采光的位置 但是客厅有时候会有点干扰 但有时候又希望能够沟通 商务沟通 它可以增加一些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嗯哼 对的 那我们去看一下那边老人房吧 嗯 就这么大一个空间 嗯哼 基本上就是被这个柜子 有时候在这里换一下衣服 嗯 然后放一些杂物 其实在现场它的格局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有比较多的一些走道 所以走道其实是蛮占空间的 然后进入到老人房呢 还要经过一个拐角 这个90度拐角 所以就对年纪大的人来讲 它其实不是 使用上不是很方便 第二个呢就是卫星间很狭小 空间的这个功能都没有去考虑 世老化的这个部分 林先生这个就是原来的儿童房 是以前屋主的儿童房 对原来以前屋主的儿童房 那你们有小朋友吗 现在还没有 计划中 计划中 想为它去准备一个 然后现在就是放上杂物 还有就是变成了我们家的这个宝宝 哦 你们宝宝是一只猫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将来 就准备一个小孩子的一个房间 能够跟宝宝它的一个居住 可以相对分隔开 嗯是是 它这个窗户也是靠着院子 嗯嗯 所以我觉得它如果要是也是能够 直接冲向院子的话 那就是挺好的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主卧那边的 好 这个是主卧的卫生间 嗯嗯 这个季节就真的就是潮气啊 发霉啊 就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来上演 对 对 尤其是这个窗户旁门比较小 是的 所以一进去都很容易撞到墙啊 对不对 就空间的空间比较小 嗯 对我觉得女生的话这洗手台 不用啊 有时候我们赶时间可能会两个人一起 在这里面 嗯嗯 所以就比较用机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主卧了 嗯 也是唯一连向院子的一个空间 也是现在空间非常爽 嗯 还有一个光源很暗 对光源比较暗啊 对 它的收纳呢空间并不是很足 卧室啊 父母房也很多的衣物都用箱子堆在地上 或是一个衣杆就这样挂在那边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它的收纳储藏的量是不够的 像这个就是经过阳台的门很重 小心台阶 小心台阶 OK 我们搬进来的时候我背这个饭了好几次 哦 对 咬指头有种锅 有种锅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阳台是连接室内跟院子的唯一的一个公共空间 嗯 所以就是像我们两个如果在主卧的话 爸爸妈妈是不会进来的 干扰蛮大的 对 我们也不希望说因为这个影响了他们在这个空间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自由度 对 当他的长辈要到南面的一个小花园的时候 他其实是要穿过男主人女主人的房间 那这个就很尴尬了 他是生活上非常的不便利 然后像这一块的一个就是这个院子的不太会打理 后来就是就变成了野草丛生的一个状态 希望说它还是一个就是比较好打理的一个平面 对 比较好打理又干净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空间 然后大家可以在外面比如休闲的空间可以大一点 我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 现在这边就是都是原来的防虎墓 好多都已经断裂掉了 然后那边都还有一个坑 所以我觉得现场花园其实还是有很好的一个生活的场景 跟它的一个期待 可是呢现场的状况是比较匮乏的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要改造的一个重点 这是一个120平的一层公寓房 它面临的采光不足 阴暗潮湿 动线混乱 空间利用率低等居住问题 十几天的时间要做出一个完整的项目 是非常困难的 但其实也并非不可能 首先就是尽快的确定设计方案 参与的这项目的各方 要有非常有趣的安排组织和协调 小妹明天呢把这个我们这项目所有的厂商 全部到我们的大会议室 做一个计划时间计划与安排 首先我要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是必须在14天完成 从开工到施工完成 所以这个项目会打破各位所有做项目的这个思维 而不是在以前那样子 可能按照时间的顺序来 这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重点 先讲这个岩板吧 你整个这个切割周期要多少 一周 一周就能出货 魏宇呢 组件是什么时候 就是龙头什么时候可以到 我这边有个 共和藏部发布两个货 已经到了 可以 所以是不是所有的线都是他做 还是所有的线都你做 是需要比较专业的做我们来做 你不需要加工要多少时间 我把时间线一样都在五八九天一样 这次要求呢 时间非常短 但是我们可以全力以赴 在他规定的时间内 把门床做出来 喂 爸爸妈妈 跟你们说个事儿 商量一个事儿 就是我有一个同学 在扬州开茶馆 然后他这几天有点事情 然后就是拜托我帮他开几间店 我想你们在杭州也没有什么安排嘛 要不我们就一起去看扬州 行 有个计划整个推进的过程才能有条不紊的展开 为什么时间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还要做这么大规模的拆除 因为原先这些隔墙 阻挡了整个房子的南北通风 还采光 也让房屋内部的格局和动线都变得不太合理 基于这些墙体并不是承重墙 因此要彻底的解决问题 第一步就是彻底的拆除 上次一来的时候就让我觉得整个现场好像因为墙啊 被局限了很多他的生活的功能 比如说他去阳台必须要从主卧室走出去 每个房间都走不到阳台 所以我希望整个空间打开来 我不只是格局上全部开放 然后甚至呢我在所有的窗 能够更好的视野看出去 看到我们的花园 我们的树 能够走出去 体验我们的园林景观 在这次的项目上呢 其实我们对材料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挑选 文敏桃迟到 你好 师姐好 欢迎光临LD 对 这个案子只用功能上还有一些需求 它也很薄 然后呢我要做门片 但同时呢它是薄之外 第二个我要做它做台面 所以它要有这种房屋 房油 像我们LD的这款UP&M白的话 它虽然厚度只有6毫 但是它的这种强度啊 是非常高的 培养我们室内就订这一块 开工第一天 工作还算顺利 施工队的拆除也在一天内完成 我这边也要紧螺密鼓的 确认各项产品的选行 基本上我们还是选 这种白色的那一组 好 到时候我们应该是 这一个踢脚线去配我们那个灯嘛 对对对 用这一支嘛 对 基本上就像这样的两公分半 经过很多的讨论呢 各产品的选行 也在一天之内完成 这个就是我们整体这个材料板的部分吧 这边是我们的 几块室内室外都要用的圆板 它们最主要的地板 跟这个市面的整体搭配 请好我是京东家电汇数人员 好嘞 为了更节省项目的花费 我也推荐业主使用了京东家电换星服务 这个就武厅桥 相当于是寿西湖的地标型建筑 之前不是有合伙的那个网红的冰淇淋 它就是一个武厅桥的行造 你看到没有中间那个亭子那一块 哎呀那个就是我们的茶馆 茶馆现在毕竟的路上吗 茶馆你看相当于是一个独立的小岛上面 也不是毕竟 就人家要是不往咱再去也 就没办法经过拿 对对对对 茶馆到了茶馆到了 大考一下就是什么字 不是就是那个鸟 在水边还呼着呢 对就是这个 速度还是太厉害了 这边风景好好 看一看就是粉色好香 来 我们帮帮 哇哦 你这布置得好好呀 没想到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进行这种茶馆 我刚好跟你说一下单 到了扬州以后 然后就来了呢 我就想办法去做好它 餐饮也好 就是做各种业 我们其实还是抱着这样一个敬畏心 想去多学多试多体验吧 然后我最后在脚里开一下收音机 我感觉就没啥了 真的没啥 别别别别 你可多闪着啊 对 要不然我们就电话骚扰了 走了我们就破了 你这个事情还是挺多的 好的 反正我也不跟你客气 喜欢你就交给我吧 对 这也是我一朋友 然后在这开的民宿 你好 好爱 哇 好别致的小院 这个小院子呢 就在十几天 你们帮我看店的时候 就在这儿落住了 为你们留住 我希望你们经常到杨哥来 对 市中主席讲 杨哥是个好地方 对 敌人师弟老板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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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格局墙体的放线和气墙 也需要在一天内的时间来完成 为了提高效率 也考虑实用 我们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式 气阻隔墙 其实五公分 三公分 都是我们要精细推敲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气砖墙的这个部分呢 都气了素砖 那这样子其实是 还是 以增加我们空间的尺度为主 看一下平面图 似乎我们重新气墙的格局 和原来的房型一模一样 如果你这么想 那就大错特错了 当然其实我们区别还是蛮大的 首先把原本很封闭式的厨房 把它打开来 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的空间 以前的厨房呢 可能做非常小操作台 但是这样空间打开来之后 其实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操作台 其实我们可以做到将近十米 就装修的时候 把烟道给留着 但事实上这个烟道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里拆除 所以我在烟道这个位置 塞了一个大冰箱 这个位置呢 其实还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客厅 但是客厅里面呢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采光进来 所以我们把原来的客厅 跟我们的书房这个工作空间 整个打通连起来 这里可以有很好的视野景观 看到外面的这样的一个小花园 对于老人空间呢 就怕很多的这种强烈的这个90度的转角 所以我们试图去用一个斜的这样的一个墙面 就让这个空间呢 这个尖角呢 就让它更为的宽敞一点 我取消了原房屋中厨房和客厅 客厅和书房 客厅和次卧之间的墙体 部分区域呢 未来会做一些透明的隔断 或是可移动式的隔断 这样在隔断打开的时候 整个房子会形成狼狈通透 风和光都能够进入室内 隔断合起来呢 又能保证书房和原来的次卧室 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同时我取消了原本已经废弃的管道井 将一些直角转弯的墙体呢 也进行的优化 进一步的释放出使用空间 最后门窗系统的调整 也是这次房屋动线改造的一个重点 整个窗的这个系统 其实我们做了最大的改变 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光线 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室内 南向这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把所有的窗打掉 做成落地的 像以前它必须要从主卧室 然后才能走到花园 就非常的尴尬 所以这次呢 我们三个房间都做成了落地窗 也做成了移门的这种形式 所以三个房间的居住者 他可以非常自由的 开场的就直接走到了我们的花园 朝北面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景观面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它看到的不是隔壁的房子 那也可以看到世纪的变化 所以这次我们选了非常特殊的门窗系统 基本上剪掉了非常多的树向的窗框 尽量把窗做到最大化 就希望站在客厅当中的一个位置 或坐在餐厅的位置 可以看到整个窗的这样一个连续面 契装的同时 其实我们水电工程也在展开了 这种穿插作业的方式 需要专业的团队计划也安排 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 你们可千万不要模仿 水电工程就比较复杂一点 本来设计师的要求就很高的 然后后期又加入了 智能化控制的那些线路 所以说难度就更加大 所以虽然在这么赶的时间 我们还是做了智能化的部分 是因为我们在老人房的空间 做了一个四老化 在卧室里面 比如说他晚上起床的时候 我们从踢脚线去做它一个 奔光跟路径的一个导印 不仅仅是要做智能化 为了设计的美观 我们也要把壁挂机 改成中央空调 中央系统当然舒适性 跟它的体验感 还是比传统的壁挂机 更为的舒适一点 然后事实上呢 我们现在用的也是 一个新的产品 超薄的这种空调机的系统 可以去放出空间的一个高度 然后我们接下来安排一下今天的分工 好吧 好 那这样那个茶馆卫生方面 就交给妈妈跟爸爸 然后阿伦这边 你就是负责我们茶品的准备 然后我这边就负责这个黑板报的绘制 怎么样还可以吧 可以可以 那我们就正式要开门迎客了 好吧 然后那个开门迎客就爸爸在前面 负责招揽客人 好 你们招进来客人 我跟龙哥就在旁边 在那个接单服务 那我们正式开门了啊 好 加油加油 开门大集 累了渴了可以进去歇会喝点茶啊 其实我爸还挺新奇的 就他很喜欢那种他没去过的地方 没尝试过的事情 对没有体验过的一些东西 大姐大哥进去喝点茶嘛 累了渴了可以歇一会看看 看看湖光景色 喝茶嘛 茶馆啊 想喝茶的进来可以喝点茶啊 来师傅你们累了吧渴了吧 进去喝点茶吧 对 来休息休息 歇会看里面那个正好面对着这个湖光景色 可以欣赏欣赏这个寿西湖的这个独有的风光 来欢迎光临 逛寿西湖喝绿阳春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好二位坐 二位先坐 先坐先坐 我给你拿茶单看一下 就是想法很美好 觉得这个东西不难 应该以我们俩的情况就是说 应该会上手比较快 结果跟想法是有差距的 这些都是现成的 在外面超市里买 你这便宜多了是吧 这个都是 超市不会卖地方特饮的 这个都是从其他城市进过来的 在这可以不划算 对不对 来 我再逛吧 再逛吧 好 没事 要传统的东西也没有 要吃这个饮料 不是现成的 好 其实我们之前开店 店里最忙的时候 最确认的时候 都没有叫父母过来帮过忙 所以这一次就是 本来可能想的是 让他们跟我们一起体验一下 顺便来扬州去转一转 但真到让他们去 为了一个店 可能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 更多的就是一种心疼吧 妈 反正也没什么客人 也怪热的 起来 我们里面先坐一会吧 妈 坐会吧 好嘞 那您给我 这跟想法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吧 今天这大半天的一个客人也都没有 这么下去可不行呀 就回来 我闺蜜回来 不好跟他交代 怎么说 反正这有时候也有人 有时候也有人 有人吧 但是来说呢 他就是可有可无吧 有的时候 就是没有什么信任 给进来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 我这边是 我就是有几拨 其实上午客人进来 年轻人 然后他们想要什么水果茶 然后想要一些特色的小茶点呀 饮品呀什么的这种 对 然后我们这边呢 就是叫传统的 人家看看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人家就走了 那个龙哥那边呢 后厨这一部分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以接的 因为没有客人呢 大家想想 我们有什么方法呢 把我们的这个营业状况改善一下 就我们不是主推的是绿阳春 这种羊州这边的茶饮吗 那我们再配点羊州这边的茶点 茶点 对 比如说要拼的话 其实这两种是可以拼的 这两个我帮我们包一下 好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那个 餐具好像都比较传统啊 就不是那么亮眼 这样三叠就看起来 步步高升 一杯绿茶配点茶点 我吃着对应的整套的茶具 像上次来可能就是和年轻人 我曾拍照照 对吧 至少六张图要能组合得点好 对 茶叶这种东西本身是一个挺高雅的 咱们的话就是说呢 第一印象呢 就是能够给客人感觉嘛 你有点这个就是文甲的气质啊 或者是在服装上也能体现出来 跟茶有关的那种盗谷清风那种感觉 穿越了 回到古代了 你看我选的这个图案啊 上面都有竹子那个图案 这个竹子这种东西啊 就是它这种东西就比较温雅一种东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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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来 穿上这个 这个这个要竹子 怎么样 好看 这就是我爸挑的 嗯 爸还是懂你的 知道你最喜欢什么伞 你之前做过黑板包吗 没有 把你学生时代缺失的黑板包给补回来 对 对 欢迎客观 嗯 这个是我们刚推出的杨州特色茶点 您二人的话可以点个二人错刊 有茶有茶点 那里面坐 那里面坐 客观走累了吗 可以进来休息一下 喝点茶 好 看看虎光美景 虎光美景 啊 小小鼠 哎 谢谢喝 来二人看一下 白桃乌龙是吗 您这个需要加水吗 这个是果茶 女孩还挺喜欢喝的 这个其实也是杨州的特色糕点 果然是茶点一板上的 加上你的吆喝声 立马就来生意了啊 嗯 对 还有点成效 好 好 好 杨州地方特色的挺细腻的 各方面啊 火候都特别到位 感觉吃着挺舒服 好 妈的感觉今天菜怎么样 咸还不错 不太好 太口肠了 文士豆腐 就是来杨州一定要尝的一道菜 这文士豆腐饭你看啊 这豆腐 这一条一条的 这都是豆腐切的 哦 那么细啊 用刀切的而且是 这太难了这个 气如发丝 一般人一辈子学不错 哈哈哈哈 这这这这种人才真是难得 哇 我感觉怎么样 好鲜 嗯 是不是 嗯 这道不错吧 不错不错 您好叔叔 我这能进来吗 好嘞 就我这有个不情之情啊 就是 您这不是文士豆腐吃 我刚才我老丈人啊 他们吃了特别喜欢 我想跟您学一下可以吗 应该 好谢谢 您贵姓师傅 哦 张师傅 哎跟我们老丈人他们是本家 太巧了 那么薄吗 嗯 然后把它码平一点 待会就顺着一起切啊 用这一段 手顶在这里 手顶在这里啊 这一段看一下 这是这是米线 我觉得是米 这是宽面 太感谢了 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跟大厨学道工学菜 能喝个饮吗 哎哎林老师你好 就是这两天杭州这边有那个暴雨预警 这个雨很大 可能可能我们这边为了安全期间我们要停工两天 耽误两天时间工作要重新调整 小美 也麻烦来一下吧 我们讨论一下工作进度 现在目前这进度不是很乐观啊 我还要再开一次那个 在我们大会还要再开一次会议 从工厂出发到这边然后当天就全部被转完 两天做完 我就两天我今天送货明天做 智能化的话就是12号完工我9号设备到现场 我地板几号到 今天确议面积明天就可以把握 那你总共要做几天 一块的话一天 一天就可以做完 那你地方也要找地方去 但是我必须再等地热铺完这边才进去 所以地热内以后我要先 第二你去之前我会把地热铺 对 由于施工时间限制 我们地暖和地板的铺设 也必须在一天之内也完成 这次我们选的是新一代的这种电地热 它把它的保护层 跟它的那个电地热整个系统 就一体化的完成 那我们的做法是 电地热跟地板两边是同时进行 地热一铺完马上就铺地板 上一次在我们办公室讨论的时候 也做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决策 就是瓷砖还有衣柜什么都没进场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先铺地板了 其实我们用的是一个石巾地板 跟往常的地板不一样 它的品质跟硬度会比较好 不只是可以坐在客厅 甚至我们都考虑把它 坐在空龄房的地面 因为它可以防水 传统木地板的话 因为存在一个就是热占冷缩 遇水啊 这种会膨胀 我们这个新科技地板 就是热占冷缩很小 几乎就是可以考虑到没有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边做了个实验 导演我们需要倒袋 从开工的第一天到我完工的那一天 我把地板都泡在水里面 然后它都不变形不变色 然后不受潮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这个分享 然后这里面有茶元素 然后还比较清新爽口的 我们做一个这个试试看 莫莉花青棉茶栋 好吧 哈哈哈 砸了 换个薄一点的不知道能不能做 薄的就更容易掉了 那其实那个时候 我的状态也有点烦恼 因为发现这个东西就没做过 然后一下子压上来 肯定我们又想把它做好 那就超出自己板碰了 然后可能把它滑一下滑透 不行 不行 就是没凝固上 那待会我们这个把它盖回去嘛 拍另外的 换一边 就是动吧 它不是动的问题 当它也烦躁 我也烦躁的时候 那我可能第一步 我会先去安慰它 但确实像今天 它下午功亏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就觉得 我自己的兴趣没有处理好 因为我们两个确实在一起 时间太长了 我们基本上一天可能 就可能彼此离开 离开的时间可能不足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几乎就是从头到晚在一起 所以就是能够第一时间 能够很敏感的察觉到 对方的状态 对方的需求 对方是开心的 还是说有一些情绪的 好 成功 谢谢 这个是我们今天新研发的茶饮 送您一杯免费尝一尝 这个是我们今天新研发的品品 然后送给小朋友一杯尝一尝 谢谢 谢谢 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我们刚开始开店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的菜单其实还都是我手写的 当时的版报 还有菜单 强量的插画 咱家的灵魂担当 力帮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除了室内室外庭院部分的地面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处理 解决了高叉和排水的实际问题之后 在整体庭院的形式上 我只是做了一些微调 因为这个小庭院还是属于公共区 所以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去做一点点它的一个改造 就是说腐烂的地板把它换新 然后踏步变宽一点 就是希望老人或小孩在走的时候 相对走的舒适感更好一些 就是那边的水沟做的 但是这里有水沟 但是这里有水沟 但是这边下大雨的时候 这里还是有遗留的一个 对 它是有水沟 我们在这个 这边外围的部分设计了一个隐藏式的排水沟 那我们有考虑到当然有下大雨的这个部分 我们那个沟的碳道本面 只有一公分 除了室内外的地板 这次项目地面材料上最重要的就是岩板 岩板的机构比较少 因为剪金比较大方 它对于那个水沟场面的要求 跟那个工艺各方面的要求度上得到 那我们会选岩板的原因 因为第一个呢 岩板它的整个防滑跟它的硬度 都是非常好的 非常优质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岩板 坐在厨房这么有油烟的地方 又坐在了卫生间这么潮湿的地方 甚至我们又坐在了户外的地面 在室内的墙面处理上 我选择两款丽邦的材料 增加室内的美观和它的实用性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 丽邦乐华系列的艺术器 通过我们手工制作出皮维的效果 在这个墙面 我们做了一个丽邦的磁力画板墙 这个磁力画板墙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呢是耐插洗 我们可以用粉笔在那边写字 第二个呢它是有磁性的 它可以有小孩子这边的一些 画画的一些东西呢 都可以吸在这个墙面上 来个半斤米一挑可以吗 多少钱一挑 多少钱一挑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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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来 正常一般 你这样也行 那 拿起来 拿起来 五十个 五十个 六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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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女性身上的话呢 学习能力呢非常强 而且呢 有胆量赶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去闯一闯 做这么一大碟的菜 这么丰盛 这不辛苦了那么多天 咱也没第一次在家做饭 对吧 也算是 简直达达的不挺好 多辛苦 你也够累了 也没谢就做这么多菜 没事 你做吧 然后零点菜我已经留着了 待会我们吃完我就去接它 好 行 你好老师 我们约好了 我们昨天约过 对对对 好 我是想就是学一下这种 适合于茶馆的这些花艺啊等等 没问题 那其实这个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底座 我觉得它插在这里很美 我要说说的 我再试一下 好 下午有做吗 有做一个 老师有带我做一个 然后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去这种就是当地的一些幻想市场 然后采购一些花呀还有这些花器什么的 然后回去就可以把我们的茶馆装点一下 也挺好的 所以只用啊 嗯 我觉得荷花的原妇其实也挺好的 这个也好看 这个好像跟我们那个桌子也很搭 那给我来一个这个吧 嗯 嗯 可以 可能到时候用石头把它扎一扎嘛 买一个这个吧 嗯 好 好了 这一个 老板这个要叫你们呀 老板说不是情侣英语 情侣英语是吗 对这个就是做一做来 要买就买一对好了 好 好吧 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说我们是全身心的投入这个事情 我们也是对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热爱的 嗯 然后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创造的这个生活 或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他们可以放心的 带你们今天来体验一下羊洲的修面 哦 罗兰 对 这名字够文艺的 来 想带我爸爸这个体验一下羊洲的修面 可以的 好 好 谢谢 嗯 哎呀 把脸都盖着 都睡着了 啊 心话挺好 哎 我年轻了十岁 我年轻了五岁 哈哈 啊妈 嗯 今天我学了个新技能 哦 让你们感受一下 这个妈还还怕条啊 对 今天这也属于羊洲这边的特色 啊 张文跟他这边的师傅学了手法 那麻烦您跟我讲解一下啊 这个是这样 嗯 这样 嘴上往下 你这个手法可以 谢谢快点 来 来 上脚 上脚 先放上面 对 两个脚了 对啊 我 我也越脚了 这是先从有学现开始啊 说这里往下去是 是什么 肠道是吧 哦 是道膀胱 膀胱 嗯 这个地方那有感觉吗 这叫睡眠雪 断了有助睡眠 对 父母到这个时候他们最关注的其实是健康 我们最关心的也是他们的健康 但其实按摩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断裂方式 也是增进一个家庭之间一个就是亲密关系的一个过程 不是你刚开始啊 你这个就是刚开始学的话啊 你手劲没那么大很累的 这个 体力活 谢谢 体力活 我家这有感觉吗 有感觉 嗯 舒服 舒服 嗯 女儿的生活各方方面面 将来的话都会跟这个女婿有关系 那所以说看到这一幕的话对她呢更加放心 一点也没有不舍得吗 嗯 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不舍的 因为嘛毕竟比较远嘛 从我这块来讲呢 我是希望那个相对近一些的更好一些 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说 因为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造成的 对 因为不管是001号她选择来杭州 跟我在一起生活 其实她做了很大的牺牲 她父母也做了很大的牺牲 然后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说出来可能是好事 因为 就我觉得跟 我跟灵力相处也好 跟对方跟我岳父岳母相处也好 坦诚相待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呢 我也是尽我可能去 把这个家给顾好 或者说 照顾好彼此的一种感受吧 肠胃 肠胃是这边在同顺肠胃是吧 嗯 这个好 这一下起码能多活一个礼拜 这真的 对 你要这么说我们得贴这给您啊 对 对 那在杭州都待在 今天是见八小的最开心的一年 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房子其实也在同步改造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期待 就是这次旅行结束之后 能够带他们回去 然后看到我们家变了一个全新的样子 父母他们眼中的一个惊喜 就是一种新的体验嘛 是的 老婆有热水吗 口渴 想喝热水啊 嗯 好给你看个神奇的东西啊 好 这是一个电邪的热水壶 怎么样 那容量有点小吧 不知道了吧 看 立马就变得这么大 对 光我说了它可以遮叠五千次呢 我们日常使用完全就不用担心 这是什么材质啊 耐得住高温吗 当然耐得住高温啦 这是婴儿奶嘴级桂胶 热水完全不在怕的 还真不错 工程进行到第十天了 两个大项目 门窗和固定家具如其进行安装 看似普通的项目 但都有我们不一样的设计在里面 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隐藏式的衣柜 为什么说隐藏式呢 是因为在这里我们是用了跟客厅 餐厅一样的严版的这样的一个材料 但是到了后面这里呢 这边是有管道井的一个位置 我们还是巧妙地去利用它 剩余的这二十公分的一个尺度呢 做了这样的一个玻璃的展示柜 所以原本的厨房的收纳呢 其实很紧凑跟局促 现在整个厨房的台面 我们增加了三倍 甚至我们还做了一个电动升降的功能 倒台去制造更多的这种收纳的空间 而且我们也考虑到 女主人或者是长辈 对于很高处的地方 她的收纳呢 不是特别好的拿取 所以这是我们在高柜里面做的电动升降 增加它收纳的这种方便性 装了柜体之后 当然那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要推出去 所以对于一些老人或者是女性来讲 她可能太远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当机立断 就决定改成为一个电动 除了门窗和柜子 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项目 也在紧锣密鼓的实施当中 那就是我们现场的两处 移动式格段 它既是书柜展示柜 同时它也是一个墙面 平常关上去的时候 活动空间到我们的客厅 完全是一体 关上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格段的墙面 我们为了保证它的一个承载的一个重量部分 所以我们整个墙体里面都是做这样的一个金属性的结构 为了配合这个空间的多功能设计 我在柜子里面隐藏了一个床 所以它平常呢会有书柜的吊柜跟它的书桌 可是呢放下来的时候它是一张床 所以哪怕这边摆了一杯水 它也不会倾倒 也不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收纳动作 这个窗呢其实是要解决它的一个生活的需求 一方面呢我们的客厅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室的部分呢 我们希望有光线能够引入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折叠窗 硬装记录了最后一天 现场进入最后的设备安装阶段 项目里选用的所有产品 从大大小都经过了我的精细挑选 这边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台面 它有个猫咪需要洗澡 以前都蹲在冲林房里面 然后也非常的狭窄 所以这次呢我们做了一个最新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个龙头本身呢 其实也是伸缩的 所以呢这里呢它可以严整它的一个 水龙头的一个活动空间 甚至呢其实它也有很多水的这种方式 柔和的水或是高压的水 它都可以做随时切换 这次我们用的是一个极简照明 就是做一个非常窄边框的这样的轨道灯 我随时可以增加它的灯头 我可以对灯光有个移动 所以这也是增加它未来的这个方便性 你好 京东物流 你的家电已经送到 请您签收 谢谢啊 随着各种家电和软装的安装布置完毕 这次不可能的任务也即将完成 本节目由立邦首席特约播出 把爱留给家人 把专业交给立邦 立邦刷新服 不用你动手 回家咯 回家了回家了 开门吧 回家了开门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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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pounge 好 牛 accountable 双双双噹 哇 ث 你这家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们 также完全不准弄 趁着自己行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就是把我们家重新装修了一下 这就瞒着我们给我们一个惊喜 太意外了 就是我们旅行这段时间动的 怎么样 变化太散了 变化完全都变了 来看看我们的新家 这家厨房太好了 天哪 这边有什么美女球的开放式厨房 对对对中西厨 有点西餐厅的感觉 是吧 每天在家里面都像是约会 这回倒是在厨房里做饭不用急了 不用拥急了 我喜欢我喜欢 对对 再看这是什么 看上去 洗碗机 是啊 哇 这样可以解放双手了 我的福音啊 这个插座 可以移动的 这好 人家以前整个厨房没几个插座 对吧 对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以后 我做完好吃的就可以放在上面拍照了 之前蛋糕是一个月做一次 现在一周给你做一次 生活质量明显 可以吧 太棒 然后 哇 哇塞 看这窗 好多亮啊 对 我这个风景很好 我们那边窗本来外面的风景 一年四季开花的 等来有很多的隔山 直接变成这样 太棒了 哇 咱们几个在厨房就不走了 完全是为你打造的呀 开放式厨房 我喜欢看到画桌 嗯 来人了 来人了 哈喽 哈喽 林老师 您好 您好 大哥好 谢谢 叔叔阿姨好 那太好了 我是这次的设计师林子达 哦 你好 对 就是林老师在我们旅行的这段时间 然后非常辛苦把我们这个家变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敬意 太好了 你好 是要设计的太好了 而且就感觉我们出发自己研究 对研究了一圈 感觉还有很多的一些惊喜的地方 我们自己还不会用 等待林老师来接着 嗯 首先呢 这是我们进来的这个旋关了 嗯 哦 按一下就开了 对 对 就没有把手的 哦 对 要这样 但是呢 这里是我们一个旋转的一个鞋架 哇塞 哦 哇 它可以把你的鞋的收纳量变成Double 变成两倍 哇 这鞋不会开心 开心 然后呢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哦 对 哇 哇 这样打开的 哦 哇 这个鞋子 哦 最神洗衣机是在阳台 对 对 对 还可以放进去 哦 那还可以放进去 最重要呢 我们 这样这个是最新款的 是洗红衣体机 嗯 方便了 如远程控制 好 对 静音的轰洗 它除了可以给衣物高效儲剧以外 还有90度 增湿柔洗工人 好多正常下雨 洗红衣体 就不用说 小的房间就一定要不干 那接下来呢 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一块呢 我们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玻璃柜 其实这跟以前往常的玻璃柜不太一样 是它不是用开的这样的 其实其实在这里 感应的吗 哇 上下 玻璃柜 这一感应是自己开门 哇 里面还带灯光 是 自动产品 所以这样的一种操作方式呢 其实比较适合老年啦 或者那些 就非常容易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对 老师也适合我 我不会看你的照片 哦 适合 对 像我这种收纳控我太喜欢这个 然后呢 啊 这里呢 当然是我们选配一个也是功能性很强的 这样的一个厨房龙头 一个水龙头开关在这里 哦 一按它就开了 对 上下了 对 是 甚至呢 当然它也是一个抽取式 像这样 哇塞 像花洒一样 这个水就能打到哪儿 它不会溅水花 对 是的是的 嗯 这样就无死角清点 对 那接下来呢 这里呢 我们希望做成像那种咖啡台的感觉 那这里做了一个 深酱的 隐藏式的这样的一个 深酱的吗 哪里深酱的 哇塞 太神奇了吧 一按一下它就起来了 嗯 所以收下去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是一个 很好的干净的一个操作台面 对 智能化厨房 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 可以有好多彩蛋 对对对 在我们有一次来工地现场的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小问题 就是这个横档呢 是这样一个平垂窗 所以要推出去再拉回来呢 其实非常的难操作 我们为了追求这个极致 所以我们把这个横档给取消了 做成了电动的 哇 这样的一个 这个是不用手去推就可以了 嗯 哇好棒 这还是一幅画面在那里 在我们厨房跟餐厅中间呢 我们做了一个电动深酱的倒台 还可以电动吗 对 哇塞 哦这里是可以升下来的 天呐 因为可能在用餐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再去厨房去拿一些瓶瓶罐罐 一些调味料 对对对 在这边就拿杯子很多的一些收纳的这样的空间 好棒 当然也想考虑到一点就是 之前你们也提到说 可能还会有很多亲朋好友 来家里聚餐啊 吃饭了 这里呢 其实我们是做一个半嵌路式的这样一个冰箱 因为以前你们家冰箱特别小 对很小 装一点东西就满了 是是是 所以这是我们挑选的一个大容量的一个冰箱 嗯 是 而且在这个冰箱的进化功能超级强 可以快速进卫 根本不用担心冰箱食物太多 出现串卫或者产生异卫的情况 这冰箱它有潜艇级的进化 而且是行业的最高标准 那还有一个高速的进卫 可以除菌跟杀菌 换兵好 接下来走到这个小小的一个阳光房 嗯 然后这里平常可以做 你喜欢的一个画室 嗯 可以画画 有这样的一个 嗯 这样的空间 这边你可以看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桌子 对 就变成了一个 超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台面 嗯 但是在这里呢 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 就是 我让这个工作室跟我们的客厅 嗯 是完全开放的空间 嗯 是 每个空间都可以互相的交流 但是在这个同时呢 我们也考虑到 你们未来可能需要一点点安静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这样的核断 嗯 之前是完全开放式的 哇 太好 原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个就是台面 但是对它就是我们就属于一种纠结的状态 是留还是不留 对 因为它是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 是 我到这都已经觉得已经太满意了 动动了是吧 对 客厅呢其实是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重心哦 然后呢 呃 所以我们设计师呢 又发现你们在每个照片呢 都会写一个回忆 所以呢 我们设计师很用心去特别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是一个旋转的 哇塞 哇这个真的好棒 对 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把旅行的照片打出来 然后让参加婚礼的那些 每个人写的一段话 对每个人写一段话 瞬间就觉得客厅就变得问津音了 很舒服 是啊是啊 嗯 这次呢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动 就是我们把其中一个房间打开来了 嗯 就是希望能够有南向的窗进来 当然就达到一个南北通风 我看到这件窗 我眼睛都是亮的 东西也觉得就关起来 对 视线一下子眼展开了 对 这种感觉 所以呢 这块呢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 就是一个多工人房 我平常会在家里面做健身 这样一下子就有地方可以做了 嗯 但是呢 又考虑到未来可以变成一个 小孩的一个 他的一个小卧室或一个学习空间 嗯 所以这边呢 我们特意选用了立邦的磁力换板墙 刷新服务 哇 嗯 像上人还我 对 它是一个呃 呃 带有磁性的涂料 这样呢 既可以让小朋友随心所欲的在墙上书写 涂画 不用担心会弄张墙面 兼具实用跟美观 嗯 对 好棒呀 这个我们也喜欢 对 对 我们也喜欢 我们也喜欢画 嗯 所以像这里呢 就是未来像小朋友他可以阅读 还有书写 学习的空间 但是呢 在这里呢 我们还考虑到 它未来可能会变成一个 可以变成一个房间 嗯 所以这里呢 我们做了一个 呃 墙跟书桌的 这样可辨识的一个 场景 哦 这不会倒吗 嗯 所以呢 你可以看我们的杯子 跟你过他的电脑啊 甚至他的书籍 其实都是不会倒的 哇 哇 哈哈 这很高级的客房和儿童房 对 嗯 而且太赏事了 嗯 就现在可以当多布农房 然后有了小孩以后 就可以变成他的房间 对 拉了以后 嗯 最后还做到了一个可移动式的一个墙面 墙 墙 都是玄机啊 对 都是一想不到的 嗯 哇塞 嗯 刚才真的没看出来他会动啊 嗯 是完全隐藏式的效果 嗯 天呐 天呐 这一关上呢 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房间 对 所以可以随着你们的需求 对这空间进行一些转换 谢谢平老师 真的 太赏了 场景里面的小好伙儿 对 对 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卫生间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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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嗯 天呐 哇 哇塞好大 好大啊 嗯 也大 嗯 所以呢 这里我们可以放毛巾 可以放很多的抽屉 嗯 然后呢 在这边那么也做了一个镜柜 哦 两面的镜柜 对 哦 两面的镜柜 哇塞 哇这里面可以放非常多的收纳 嗯 封闭式的也有开放式的 嗯 其实以前大部分的淋浴房啊 嗯 要不过这个门呢 是往外推 对 要不过就要往内推 所以要出来的时候很不方便 嗯 所以这次呢 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 移门式的这样的淋浴房 嗯 哇这个 哇塞 嗯 这个形状也可以这样 对我也想说 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 嗯 对 针对老人 或者是长者来讲 它的进出路呢 都非常的 方便 对 这个好贴心 点赞 点赞点赞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针对这个老人房 做了一个扶手 哦 哦 哦 上卫生间的时候要脚麻了 对 可以再一个扶一下 对 然后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紧急按钮 嗯 嗯 真的如果有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 在这边按一个钮 嗯 就可以呼叫 林老师真的是太有心了 对 真的太感谢了 嗯 对 就从这边开心 像视线很开阔 对 对 来 来 哇塞 哇塞 哇 哇 嗯 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高级 高级 她感觉是墙漆 她的这种 文艺 零件灯光变化 纹路变化 对 对 这次是我们特意挑选的 立邦的艺术漆 它本身呢 是很有质感的 这样的一种 而且它也在插起 很环保的一个材料 嗯 非常适合像我们这种 有长辈 有小孩子的 这样一个空间 嗯 太好了 嗯 嗯 平常这边呢 是我们的一个通道 但是他们 他们需要做一些 嗯 可能上上电脑的时候 就在这里 嗯 对 这是一个 对 这是一个 电脑移动 股票看起来 哎呀 太舒服了 嗯 怎么样 高度可以吧 这高度太好了 对 之前因为跟你们 交流的过程当中呢 也了解到我们 长辈她的生活 很喜欢平常在床上阅读 对 所以这边呢 我们做了一个 阅读的灯光的一个场景 嗯 嗯 嗯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阅读的 这样一个模式 哦 这个床呢 其实我们也是有设计的 嗯 因为也是为了 示篮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 所以呢 我们选择了一个很舒适 但是它又是电动的 这样的一个床 哦 哇塞 哇 这个也是生起来的 对 因为可能我们在 晚上平躺的时候 睡久了之后 要起床的那一刻 其实是比较费力的 嗯 所以呢 就是在这样的生起的时候呢 嗯 其实是对老人会比较舒适一点 嗯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针对长者呢 也是做了一个夜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当长辈下床的时候 嗯 只要呢 走到这个位置来 嗯 嗯 那整个这地上的灯光 嗯 就像是一个指引的 光的指引 哦 对 这里就会亮起来 对 嗯 但同时呢 它又是一个通道 就是通向 这个卫生间 有点指引性 嗯 是的 对 接下来就是到我们的主卧室了 哦 好期待 哇塞 哇 哇 有没有感觉空间变大了好多 天啊 对啊 这还是我们家的感觉哦 之前这就是一面墙呀 这怎么变成了一排的柜子 天啊 在这里呢 我们是希望做一个消失的衣柜 然后事实上呢 我在房屋多处使用了唯美 L and D 奢侈盐板 这个盐板呢 事实上呢 你可以看它尺寸特别大 嗯 然后呢更重要一点呢 它的抗污 还有它的硬度 其实都非常的好 哦 所以还是用盐板拼花 拼成了一个 一个主墙面的一个效果 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了 真的好漂亮 所以呢 可以推开 对 看了就一个已经想不起来之前 是不是想要了 对对对 我已经完成了之前有什么样 我已经忘记了之前的这个 对对对 然后在我们这么长的这个衣柜 但是到这个位置呢 它实际上是个管道具 嗯 所以这边我们做了一个玻璃柜 可以收你的包包 你的饰品 你的眼镜呢 嗯 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收纳 我们在这窗外 在窗的旁边呢 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亮点 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电动的咖啡吧台 哦 哇 这个也是双酱的 是双酱 对 嗯 它也是非常方便 对 这样一个收纳的空间 嗯 睡前酒 微醺 对 然后呢 呃 这边是我们的主卫衫尖 哦 哦 变成这样了 哦 哇 双台盆 天呐 哇想要的双台盆 双龙头 嗯 哦 空间好大 嗯 这个龙头呢 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它是可以这样的 哦 嗯 你老师是不是就是我以后给宝宝洗澡就很方便 给宝宝或是给妈妈洗澡 对 然后呢 像这个龙头呢 它可以有水的这个切换 像它是一个柔和的模式 然后再换成像这样的一个模式 嗯 对 因为之前就是看到 嗯 之前在都要再聪明的话 我们蹲在地上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嗯 所以这次呢 我们就设计一个超大的这样的一个 也是双龙头功能的设计 嗯 对啊 这解决了我一个大痛点 那还有呢 在这里呢也是 我们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毛巾架 哇 这个好实用 因为我们这边是 有这个真的是太棒 对 对 第一次来到你们家的时候呢 当我打开这个卫生间 主播卫生间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因为我眼里呢 就是高高挂在上面的一个大热水器 对 在马桶上面 我们都没注意到热水器现在放在哪里 所以最后呢 我们还选择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哦 对 而且这个热水器呢 它的容量足够我们 两个卫生间 包括我们厨房 它这样的一个热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 这款内胆敏清醒的热水器 非常的省心跟方便 而且智能化操控 安全还省电 这个太棒了 这个真的是 这里呢 记不记得像之前 可能从室内呢 要走到室外 要跨过一个门槛 对 所以这次呢 我们把这个 整个门窗 都是做成这种 无阶梯式的 就是平坦式的方式呢 可以走出去 我们的户外空间 之前刚搬着来的时候 我就被放过 对 哇 这个 隔也挺强 哇 这个院子变化好大呀 嗯 现在是我们南向的三个房间呢 都可以自由地进出到我们的小花园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太大年了 对对对 那小花园而且呢 感觉特别理想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一棵树 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呢 就是以前小时候的记忆 就是在大树下 可能爷爷奶奶跟着小朋友 在那边讲故事啊 或是一起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光 所以在这个树下呢 其实我刻意去设计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座椅的这个空间 嗯 所以呢 这次我们这个家具呢 它不只是户外防水的 嗯 它在晚上呢 它会发光 哇塞 对 所以晚上这个空间呢 其实会非常的有氛围 嗯 好期待 嗯 最后呢 我就把这个重要的盒子交给你 里面都是它的开关还有样子的 谢谢林老师 谢谢林老师 本节目由立邦首席特约播出 六十万家庭的口碑之选 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 这次改造 硬装部分供花费三十二万六千元 软装部分供花费六万三千元 园林花费一万九千元 电器供花费三万九千元 总计四十四万七千元 一张年龄相差六十岁的婚纱照 引出了一段动人的故事 张家港和丹业还有我 是外婆收养的孩子 一间风雨飘摇的老房子 承载了沉沉的爱 精细安排的海滨之旅 悄悄进行的急速改造 十四天 外婆的家能否焕然一新 九月八日晚二十二点四十分 京东急速换新家 惊喜呈现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或关注急速换新家官方微博 观看和其边看边聊家装技巧 也可进入急速换新家话题页 观看家装换新时刻 每周解锁热议讨论 上抖音APP 观看更多急速换新家精彩内容 欢迎登陆爱奇艺哔哩哩哩哩哩 腾讯视频观看节目完成视频 感谢KeepAPP 感谢战略合作媒体新浪家居 乐活设计 网易家居 凤凰网家居 搜狐焦点家居 安居客家居 PC House太平洋家居网 请不吝点转答 asked